斩姆斯加盟胡人确实让这只传统豪门得到改善,即便没有资格去和勇士京都总冠军,可是斩姆斯的影响力足够让胡人重现盛景。 科比退役以后,胡人已经两年没有这么热闹了,看看24小时胡人最新消息,重要赛成功不加影响力超勇士,一个话题也热议,胡人球迷一定会感谢斩姆斯的赐予。 胡人新赛季胡人不会得到如此多的关注,即便没有六十一球迷,斩姆斯仍然用不同的方式去挑战勇士,必到胡人队史记录。 胡人新赛季重要赛成功不拉,圣诞大战对勇士,11月22日客战骑士,这一切都足以让胡人球迷,眼球感到过瘾,斩姆斯要说没有来到胡人,相信勇士圣诞大战的对手会是火箭队。 要知道勇士是当今实力最强的球队,和勇士对战就说明拥有足够的影响力,不是挨猫挨狗的球队都能够在圣诞节成为勇士的对手,胡人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,正是因为斩姆斯的到来,以及斩姆斯和勇士团队,这一切都是圣诞夜最大的卖点,亦是圣诞夜最受关注,影响力最大的一场。 同样,斩姆斯首次图克骑士,一定要得到极高的期待,不管怎么样,这一次不会再红着脸,胜负已经不重要,人们更加关注克利夫兰球迷,会以什么规格欢迎斩皇回家,这可是克利夫兰的英雄。 另外,前面老谭及詹姆斯的影响力,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,詹姆斯给胡人带来的影响力有多大,有,是是当今最受关注的球队,最强的球队,杜莱特,库里,汤神等顶级球星,足够让勇士星光水彩。 按理说勇士应该享有新赛季,全美直播场次最多的安排,可是联盟做出的安排,确实胡人,拥有43场最多的全美直播,勇士40场景排在第二名。 全美直播的比赛,都是很值得关注的比赛,亦是最热门的比赛。 比如科比的最后一战,就是全美直播的比赛,这代表着球星或者球队的影响力。 胡人全美直播超勇士,毫无疑问是因为拥有詹姆斯,不然现在借胡人能有个两三场全美直播,已经是在群豪门的牢底了。 24小时内胡人一个话题引起热议,詹姆斯在印上傻个人记肉着批货的,裴恩沃顿让我打中锋,我说很好。 詹姆斯该打五号位,或者多打五号位,已经不是一个公开的秘密。 胡人总裁、魔术师、胡人总经理佩云甲等都有在公众面前,谈及詹姆斯打五号位的可能性。 他们都认同詹姆斯,完全可以做到有事追梦那样的事情,在五号位上提到周星点,同时拥有五号位的终结能力,没有人会质疑詹姆斯的全能性。 只是让詹姆斯在内线消耗体力,不断和内线球员做身体对抗,似乎有一点违背初衷了。 所以,詹姆斯球迷才会比较热议这个话题,很多球迷都不是很赞成,詹姆斯打五号位。 大家都希望詹姆斯打得舒服一点,而不是继续像2017,到一把萨迪那样露出皮、态。 当然,詹姆斯的肌肉罩,确实很让人震惊。 要是詹姆斯真有这么强大的肌肉,打五号位必定拥有统计力。 胡人天才球员都露脸了,哈登分享一张漫画图片。 培文是胡人办公室,妹妹Clot Points所表示一个老板和四个实习生。 可见,詹姆斯新赛季带来四个天才球员征战,能够帮助英格拉姆、库兹马、球哥、阿策德的多大进步,成为胡人球迷比较关心的问题。 相信战绩会有所提升,可是球员的个人能力,也很重要,因为他们是胡人的未来。 另外,库兹马谈新赛季的征程,充满了自信和期待,更是表示出事实后腾飞了,的豪言状态,继续以推崇的语气,去描述姜姆斯的加盟。 点赞胡人队在今年夏天的演员操作,不仅胡人年轻球员站出来了,刺头比斯利没有闲着,詹姆斯影响力下,胡人球员不断得到曝光。 比斯利今天表示,胡人还不是气候赛球队,但我们可以改变命运。 可见比斯利对于最近美门各种看穿胡人的情况,感到很惊讶,但是比斯利没有直接做出反驳, 却暗示那些看穿胡人的专家,坐等打脸,比斯利有很大的改变,昔日的刺头本质上惹不得,可是比斯利对待职业篮球的态度,确实值得赞赏。 新赛季,比斯利同样值得期待。